这次精英赛来到北京 我觉得共有12位选手 就说明他在时间上的排版 以及他的赛制上面 一定是有了更好的提高 然后包括在选手上面的实力 这都是各个的冠军 他在球场上都拼得很厉害 鹿鹿王这个比赛说句实话 还挺特殊的 就是你没有任何借口 就是一对一 赢就是赢 输就是输 就是非常直接 非常简单的一个比赛 我是一个特别不愿意服输的球员 所以我一直在场上打篮球 就是想要赢下比赛 看了很多别的城市的高手 他们的一些技巧 还有他们的精英得分的方式 然后打球的方式 今天我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理想 然后首先心理的状态 可以说是一种无所畏惧的心态 今天跟我这些时间调整 我完全已经从那种犹豫的那种心理 完全蜕变出来了 我觉得第一敢站上这个舞台的人 第一他是一个勇者 他不会说我会接触一些人 他不敢站在这个舞台上 然后在底下就说 打什么呀路人王比赛 就是一对一也不行 但我觉得第一你敢站在这个舞台上 说明第一步你就赢了 其实这些年我一点点的过来的话 我会有一些头鞋 包括现在更多的人会知道我是路人王 所以说是路人王给我这个平台 让我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 然后也能让大家认识我 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和我是怎么样打球的 我对篮球这种执着的态度 给这么多草根 给这么多可能野球场上的球员 那么多机会 一个成名的机会 让他在虎铺上面 更多人知道了他们 觉得他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舞台 这些执大了他的优势啊 这些执大了他的优势啊 这边找到一块的过高 漂亮 这一球 哦 二三 三 拆手 哇 这种 背困的路线 转 人家好玩 漂亮 王智契 王毅要两个 王毅 王毅 让他跳的 我们三分之手 哇 哇 好准备 我们这边是十分球啊 阿毅走路进去 这个位置 拆手 哎呀 我今天特别高兴看到哈登 然后亲临这次路人王的比赛的现场 亲自就是站在NBA的剧情 新科MVP边上 我觉得挺震撼的 我们在电视机前看着 突然他就能够穿在我们面前 觉得有点像做梦的 如果没有路人王这个平台 我们肯定想都不敢想 打球会更起劲 会说哈登在看着我打 我们会更拼 然后会更想说去展示自己 我肯定会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他 然后这样的话 我觉得才是一种对篮球的态度 在自己的剧情面前自己打球 而且做出他这个招牌动作 还有这个撒盐 真的是哈登看了我也笑了 这个暑期最美妙的 不是用言语来学人的 最后由我方小宇哥选出的球员 和哈登选出的球员 我们有一场一对一的PK 其实心里的感想肯定是 首先不能犹豫 因为只有不能犹豫 很坚决相信自己 你才能发挥你自己何个水平 然后绝对不会懈怠任何一个球 每球必争 无论是谁 我都是拿出百分之百的态度 然后面对他 我觉得这是一种对对方的尊重 其实打球它不光是说像大家看到的万众瞩目 你在球场上你进球上 更多的是它能在生活中给你带来很多不同的影响 会从打球中随着很多品质 这种运动的这种精神 你会带入在生活中 这种不会轻易放弃 然后勇敢去追逐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不言败这种品质 你会慢慢的 它就变成了你身上的一个一个的标签 然后就自己一直有个梦想 就是想往上走 我也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过 从小到大篮球 然后篮球也十年了 十年了然后不管高兴不高兴 然后篮球其实一直都是陪在身边的 然后什么时候想起来 它也不会就是说不在什么样 然后也争议了很多好的不好的 在球场上的事情 给我很多很多陪伴 在我最难过伤心的时候 都是篮球陪伴我度过 篮球是我生活的动力吧 它可以让我找到生活的方向 这是一个舞台 能把你自己的一个球技展现出来 我觉得来试试 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路人了 用篮球说话 我们舞台上见嘛